西方的文化和经济优势 为中国人带来了眼界和民众更好的生活水平 中国人有钱了之后 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 大家好 欢迎来到沃尔森传媒怪论其他节目 烦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评论转发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好久没有研究这个推背图了 我们今天来讲一期推背图 上一次我们说到推背图 说到了这个推背图的第44项 45项没讲 这次我们往前说 说一下推背图的第42项 目前流传的推背图有两种讲法 一种是按照时间顺序往后讲 从唐朝宋朝明朝清朝 再到民国再到现在 还有一种解法 以所谓这些大威亚为主 他们按照上面的年份讲 比方说 今年是新丑年 新丑年 就解释这个推背图 新丑年的项 就是第38项 去年是庚子年 就解释推背图第37项 我对这种解法是不同意的 了解一下推背图的人都会知道 推背图之前的项 描绘的历史事件 是非常确定和笃定的 唐朝 就是说唐朝的事 宋朝就是说宋朝的事 并不是像皇帝一样 循环復 什么60年一个循环 这些所谓的年份 并非指的是实际的年份 而是每一项一个编号 其实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当然 大家肯定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这里就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说 第42项有很多解读方式 我这边有好几种说法 我觉得都说得通 我就研究了三种版本的解读 三种版本涵盖了三个时期 过去 现在 和将来 我这里分三期 给大家讲一下 什么叫过去 现在和将来 就是第一种解读 解开的42项 说的是过去的事 所谓现在 就是说 42项 说的是现在的事 而另一种 就是说 42项 说的是将来的事 还没发生过 我们今天 就来看第一种 第一种 讲的是过去的事 那么说 过去的事 还研究成干什么 这个 过去的事 其实 也涵盖 我们现在 目前的这种情况 我们看一下图 图上 一名女子 正面站立 手持一把琵琶 女子的右手边上 放着是一把长弓 而女子的左手边 跟着一只兔子 这幅图 元素有四样 女子 琵琶 长弓 兔子 各自代表什么含义呢 我们就先看 称曰 称曰说了 美人自袭来 朝中日渐安 长弓在地 威而不威 这个称曰啊 四句解释了图上的两个元素 美人 美人的出处 以及 弓的含义啊 美人自西来 指的是美人的出处 自西方来 这里西方啊 有两种解读 第一个是由中国的西方来 第二个是来自西方世界 这里啊 我觉得是第二种 因为地上的长弓啊 给了这个线索 弓啊 在推背图中啊 它是有含义的 指的是外族人 卑弓的人啊 在推背图上显示 都是外移啊 指的是外移 这里啊 虽然弓放在地上 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说明这个美人是外族人 他是带了一张弓啊 虽说这个弓放在地上 是他给放在地上 是来自西方啊 是来自西方世界的人 朝中日建安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说的是 美人到来之时 中国的政权已经安稳 第二层意思则是 亚洲啊 是区域安稳 朝指的是朝鲜 中指的是中国 日指的是日本啊 是代表东亚 长弓在地 威而不威 这句话指的是 不用军事 而是用军事威慑之意 四句趁约勾勒出了一个图景 和二战之后的情况啊 非常像 这个美人啊 就是指美国 趁约就是说美国来到亚洲 帮助亚洲发展 而且帮助中援助和军事威慑 并存这么个情况啊 图画上的美人 则是一个象征的意义 可以理解成啊 是自由女神像 这个趁约说出了 威而不威 是个结果 第一个威啊 可能是通威 第二个威啊 是危险的意思 指出了美人到来 会带来威慑 但是不会带来实质意义上的危险 而美人到来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们看看宋约怎么说 宋约说了 西方女子琵琶仙 脚脚衣裳色更鲜 此时混迹 居朝市闹乱君臣百万般 我们试着解一下这个宋 西方女子琵琶仙 指的是美国和中国开始交往 琵琶是乐器 乐器代表的是文化艺术 暗示着美国这个文化入侵 中国国门开放 百姓开放了眼界 这么个意思 脚脚衣裳色更鲜 脚脚衣裳 这是白衣服吗 白衣这里啊 我觉得是一个纸带作用 纸带的就是布衣 古代人穿衣服啊 是可以体现阶级的 百姓是不能穿轻挂躁的 一般只能穿布衣 蚂衣啊 而布衣的颜色 也以灰色白色为主 所以脚脚衣裳 不是真的指衣服 而是指的是一个阶级 是平民阶级 色更鲜啊 是说的生活 更加有滋味的意思 形容生活更好 美人自袭来啊 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百姓的生活 都是越来越好 生活有声有色 所以啊 叫色更鲜 往后啊 看 往后再看 此时日混迹居朝市 这个朝市字面上的意思啊 读朝市啊 是早市的意思 但是啊 推背图里理解的是不一样的 应该是朝市 朝廷和民间的意思 这个美人 怎么能同时啊 在朝廷和民间呢 这里啊 说的所谓的美人呢 并非啊 是一个人 而是我们之前说过的 美国文化啊 西方文化 是一种象征意义 这种文化呀 很快就渗透到了中国的官方和民间 闹乱君臣百万般 这句话是这一项的重点啊 闹乱的程度是什么 我们解释了 这个是第一种情况 说的是过去嘛 就是已经发生的事 这种乱可以啊 有两种的理解方式啊 第一种就是 所谓的闹乱 就是官员腐败啊 这个情况 在西方世界的帮助下啊 中国国门开放啊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快速从穷到富 让很多人迷失 无论是平民还是官员 都享受了这种变化 带来的社会风气的改变 再加上啊 中国一直有官员腐败的历史和传统 这种风气啊 一旦起来 就如星星之火啊 有燎原之势 官场啊 越来越活色生鲜啊 引发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啊 第二种理解 则是说 中国1989年发生的民主运动 这里我就不多说 但是这些都是西方女子啊 到来之后带来这个变化 虽然是闹乱百万般 但是最终定在了 称约的威而不威上 虽然乱 但是没有危险 最后啊 说一说 这就是兔子 这里兔子就非常麻烦 有一种解读啊 是兔子代表没有性别的意思 因为啊 在古代人眼里 兔子是没有性别的 这里啊 画上的兔子 就是对美人 非人啊 美人是不是人的属性啊 加以阐述 既然美人不是实际上的这个女人 那么就应该没有性别的之分 这是啊 我列出的第一种解读方式啊 按照这种解读 第42项指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啊 这一项 美人呢 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中国开放国门和西方世界接触 西方的文化和经济优势 为中国人带来了眼界和民众更好的生活水平 中国人有钱了之后 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 但是最终的结果是微而不微 这么解读的优点呢 就是很形象啊 与已经发生的事相契合了 而且啊 部分字句解读是啊 非常契合的 例如啊 这个脚脚衣上的这个是纸带 纸带不一啊 但是这种解读也有几条缺点 首先长弓在地 微而不微 和这个时期的关系啊 不太明显 到底这个长弓是威慑谁 怎么个威慑法啊 这里没有说出来 第二个就是所谓君臣 这个君臣呢 真的是指君臣吗 我们知道啊 在第43项里 第一句就是君非君臣非臣 这42项和43项这个君臣啊 似乎说的是一回事 是有关系的 按照我刚才说的第一种 解读啊 没有解决这个君臣含义的问题 第三个就是这种解读的意义不明显 所谓啊 改革开放 以及后来的发展啊 这个事儿 似乎啊 这个事件是太小了 是一件小事儿 推背图啊 一般应该记载更大的历史事件 应该有国家的建立啊 政权的更迭啊 或者战争之类才对啊 所以我们这里啊 觉得这种解读的逻辑 应该是存在巨大争议的 不知道网友们是不是也这么觉得 那么第42项应该怎么解读 更合适呢 我们之后的节目 再和大家继续进行探讨 今天就是开了个头 好 今天的怪论奇谈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